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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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星红 现在跟我小妹在店里玩 刚刚发走快递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又要走上洗梅之路了 我现在也很纠结 要不要跟她一起走上痛苦之路呢 我们拍摄视频有三年多了 那个时候大家通过视频 看到我们姐俩就是已经闻完梅的效果 可能比现在要粗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作品 这是我刚闻梅第二天之后的效果 刚开始闻完之后不是很粗 后来时间久了它有点晕染 就特别粗了 而且有点囧 oh 现在这么自量吗 你以为呢 现在一对比完了你也废了 没样呢 看完这时候更无法直视 这大黑眉毛 其实当时我俩闻这个眉毛也不后悔 因为当时特别流行 一字眉 然后还是很粗的 走在街上还有很多人问我俩在哪闻的呢 还有身边的朋友也去了这个地方闻 就因为我们俩 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吧 现在就一点点开始流行 别的眉行了 我们俩的眉毛很多人都说比较平 比较往下打了 没有精神 然后我们俩就走上了这条洗眉之路 本来是洗到过年那段时间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因为一些疏忽 我小妹的眉太洗好 上面这个地方已经几乎都洗掉了 完全看不出来了 但是下面这一趟呢 她没给洗 当时就说给她改个眉形 只洗上面 后来在改眉形之后 发现底下还是有点粗 所以我小妹就想着再去洗几次 把这个彻底洗干净了 下面瞅得这么黑 是因为打了一遍 但是它没有完全掉 它要往处反射 然后等到反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慢慢像上面这种淡化了 但是只是打了一次 上面打了三次 我之前就想过打一次就不打了 但是看现在这种情形呢 必须再去打两次去 然后我这个呢 当时是上面下面都给我洗了 但是这个底下还是稍稍会有点叶 然后我就到那家所看看打不打 我家又加了件衣服 我们两个骑电动车来了 实在是太冷了 这样现在脸小 这样脸也挺大 那玩了没个就了 这回我们两个换了个地方 终于做决定换了一家了 我这个眉毛还行吧 比之前系统多了 这个挺新的 好有趣 这手真有劲 忍住 忍住 马上到后边 再休息一下 好了再聊一下 稍稍 我们下次再看什么颜色重了 哎呀 得这样 哎呀呀 眼泪都出来了 大肠 白眉大小 一个字疼 两个字太疼 三个字非常疼 四个字非常难看 哈哈哈哈 这回我又把这个眉毛全部打了 我换了一家 然后这个姐说的让我把眉毛全部洗掉的 就算以后我在做眉的话眉型又好找 像我以前那么打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你每次打完之后再补再改型 改的不完美 或者干脆就不做了 自己学习化眉毛了 我这个眉毛本来我是说想打了的 后来行字就不打了 这个也挺细的是不是 让他以后蛋一蛋再说吧 比以前好多了 最后的忠告 大家如果自己能化眉 就尽量自己化眉 别去做了 这个半永久 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 刚开始做的那段时间挺流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的皮肤可能会松弛 然后就会影响到这种类型 再一点就是已经不流行了 你在这个时候 它流行在眉封的了 咱们那个就不行了 还是那句话 咱如果手巧自己化吧 别糟糕了 走吧